话说前文说到哈里梅根夫妇正加强加拿大豪宅的保安 大有定居加拿大的意思 但是在不久前又有认识两个人的朋友透露 哈里王子夫妇正在美国找房子 哈里梅根正在美国找房子 王室前管家别让梅根成为第二个戴安娜 据FOX2月7日的报道 一位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朋友在本周的人物杂志上说 他们喜欢待在加拿大 但他们也在洛杉矶找房子 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决定呢 据报道这位前美国女演员 在洛杉矶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系统 包括她的母亲多利亚拉格兰德 以及几位在温格华岛拜访过的这一对夫妇的朋友 报道指出 梅根曾经在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生活博客上写道 我在洛杉矶出生和长大 这个加利福尼亚的女孩生活方式是 大多数事情都会通过瑜伽 海滩或者一些恶离来治愈 但是这一位朋友声称 哈里与梅根脱离王室不只是为了过轻松的生活 他们说两夫妇正在积极的为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奠基 哈里和梅根正在美国找房子 听闻这件事曾经担任伊丽莎白女王 和已故戴安娜王妃管家的伯瑞尔说 我坚信梅根会把她的孩子们培养成半个美国人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地方 伯瑞尔补充说 如果他们在美国买了个地方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而面对媒体针对哈里王子夫妇的追踪与攻击 伯瑞尔则指出 梅根自2018年5月嫁给哈里 成为英国王室成员以来 一直受到媒体的不公平对待 哈里梅根正在美国找房子 我认为是真的不公平 我认为媒体应该放过他们夫妇二人 给他们空间来发展一个年轻的家庭 否则他们日后可能会走上与戴安娜相同的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哈里和梅根从查尔斯那里得到的救济 不足以支付现在的豪宅住宿费用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目前住在加拿大的一座岛屿豪宅里 但是他们退出王室后 从查尔斯王子那里得到的资金 不足以支付他们目前居住的数百万英镑的房产 本月的早些时候哈里和梅根宣布退出英国王室 震惊了全世界的王室粉丝 这一对夫妇在桑德林恶母与女王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 进行了一次危机峰会后 提出了包括取消殿下头衔在内的王室持诚 目前尚不清楚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财务状况将如何处理 因为在他们离害后的最后协议仍在协商中 不过预计查尔斯王子将为这一对夫妇提供资金 这一安排将在一年后接受审查 作为工作的王室成员 哈里和梅根的财务主要来自威尔士亲王的康沃尔公爵领地奉录 在他们的苏塞克斯皇家网站上 公爵和公爵夫人声明他们95%的收入来自于公爵领地 5%来自君主拨款 用于资助皇室家庭和工作的王室成员的公共职责 而公爵和公爵夫人宣称将不再接受这些资金 威尔士王子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离开以前在伦敦 目前尚不清楚苏塞克斯夫妇的资金来源 是来自康沃尔公爵领地还是查尔斯的私人收入 而这一笔资金将在今年的春天按照他们的退出安排生效 然而康沃尔公爵领地是作为私人财产运行的 因此查尔斯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一笔资金 他的私人收入还包括来自公国的代表王子投资股市的钱 而根据康沃尔公爵领地上的财政年度发布的报告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以及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家庭支出 加起来刚刚超过500英镑 而这一对夫妇目前在加拿大的家 如果评分这笔钱查尔斯每年将给哈里和梅根 留下约250万英镑 这将包括福罗根莫尔小屋240万的英镑翻新费用 福罗根莫尔小屋最初来自于主权拨款 苏塞克斯夫妇表示将偿还这一笔费用 这对夫妇还将支付这处房产的商业租金 不过具体数额尚未公布 目前查尔斯自己在他的乡村别墅海格罗夫 支付了33.6万英镑的商业租金 然而这一笔租金被返还给了康沃尔公爵领地 然而查尔斯的钱并不足以支付苏塞克斯夫妇 目前居住房子的费用 目前哈里梅根和阿奇住在加拿大温哥华 倒了一处私人宅地里 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的假计 而这一对夫妇拒绝透露 他们现在是否正在支付这一所 名为米勒的房子的租金 据悉这一所房子是他们度假时借来的 岛上的这一栋房产价值达1800万加元 而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也拒绝透露谁拥有他们在加拿大的房子 这个名字也不会出现在公开的财产文件上 据美人邮报报道 哈里和梅根夫妇被房主的朋友大卫福斯特介绍给这一位神秘的房主的 福斯特的妻子 凯瑟琳麦克菲是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同学 除了从查尔斯那里得到的钱 哈里和梅根都有独立的财产 据估计梅根从她的演艺生涯中赚取了大约500万英镑 而哈里王子从姥姥和戴安娜王妃那里继承了约3000万英镑的财产 最后我们来看戴安娜早已预言孩子的矛盾 称威廉像查尔斯哈里和她一样笨 达伦麦克尔雷迪曾经在英国王室担任厨师长 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菲利普亲王戴安娜王妃 以及威廉和哈里王子两位担任私人厨师长达15年 在讲述自己的王室任职后 麦克雷迪先生在1998年搬到了美国 和很多在王室工作过的人员一样 他出版了几本讲述王室工作经历 以及烹饪的书籍《畅销一时》 在最近麦克雷迪制作的一段视频中 他烹饪了一道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小时候最喜欢的菜肴 蔬菜派 他向观众介绍到几乎每次威廉和哈里回到家里 我都会准备这一道菜 健康而又美味 在烹饪的过程中 他回忆了一些王子们童年时候的往事 其中最值得留意的似乎是 戴安娜王妃从小对孩子们的评价 这一位王妃似乎早已预示 威廉和哈里会走上不同道路的现状 在去年10月 萨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推出的纪录片《哈里梅根非洲之旅》中 哈里将自己的哥哥威廉王子的不和公开化了 然而麦克雷迪先生回忆到 男孩们在童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对方最亲密的伙伴 但是戴安娜王妃似乎明白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她和孩子们走进厨房 孩子们正在聊天 王妃对我说道 你知道吗 他们是如此的不同 威廉更像她的父亲 他们一样深沉稳重 而哈里虽像我和我有一些愚笨 据报道称了 戴安娜王妃曾经在威廉哈里年幼时 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心 虽然哈里在她的眼中和她一样愚笨 但是她也知道哈里和自己一样敏感 她不希望王室对于未来的君主和替补的差距 让哈里产生任何的负面情绪 在她的有生之年 她尽可能的防止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但是最终却失去了这一位贴心母亲的两位王子 还是出现了戴安娜心中最不愿意出现的情况 除了戴安娜王妃对两位王子的不同评价 麦克雷迪先生还分享了一些 自己任职其间戴安娜和孩子们的感人回忆 麦克雷迪表示 戴安娜王妃希望孩子们尽可能的过普通家庭南海一样的生活 面受王室的压力 并且她成功了 孩子们总是无忧无虑的玩耍 而这位厨师回忆到当威廉和哈里周末与戴安娜王妃住在肯兴顿宫时 他们的生活在其他王室成员面前想比较轻松的要多了 每个周六晚上王妃都会允许他们在电视机前吃饭 而在严格的王室规定里也是有为礼仪的 但是这对孩子们来说真的很开心 他们喜欢这样 王妃希望他们变成优秀的王子 也希望他们只是普通的孩子 麦克雷迪先生透露 厨房是威廉和哈里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他们几乎总是在厨房 不管是为了在厨房玩捉迷藏 还是为了弄清楚午饭吃什么 甚至只是在厨房聊天 而最让麦克雷迪先生吃惊的是 有一次这一对兄弟俩甚至打算自己在厨房做饭 这把他和戴安娜王妃都吓坏了 从这些暖心的回忆来看 如果戴安娜王妃还在 或许威廉哈里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的矛盾和不合 哈里更不会展现出愚钝的一面 而做出和梅根移居加拿大的选择 当然戴安娜也有可能会支持哈里和梅根的举动 毕竟最理解孩子的还是母亲